本期话题 莲雾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莲雾的功效和作用 莲雾呢 我们讲也是一个 是一个常用水果 那么它的主要是一个清水结束 对于繁热 苦啊 比如夏天 那么用莲雾呢 就是说既能够生精止咳 也能够解决出烦 第二个作用呢 我们就讲它的 就是生精止咳作用 一方面的止咳 另一方面呢 它有沥湿 所以它沥尿 它因为大量水分嘛 它沥水分也是比较多 对于就是说湿度大的人 也就是属湿的这种人 那么吃莲雾效果是比较好 比如水肿呢 甚至呢 它还可以预防小便不腻 对心脏引起的就是水肿 它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所以莲雾的沥尿 或者沥湿作用 还是比较强的 除此以外 它也还有其他一些抗菌 还有消炎 等其他作用 整体上它具有亲热解暑 那么饮尿是其基本功能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